在本日南投縣議會召開定期會議程中針對多項議題 議員們都提出了臨時動議 當中議長和勝峰、副議長排名全集議員們 就縣內執行國土功能、分區規劃案所遭遇到的問題 也提出了臨時動議、一號案 希望縣府能夠來向中央反映 暫緩縣內執行國土功能分區規劃案讓縣民權益有所保障 本會議員共同扶握到中央應考慮的本館府原遼闊 特殊的原因,讓縣民造業的一個時間 占領到一百十四年四月三十 前公佈國路實施的公寧及土地使用的關節規定 應、暫時來、較慢來講過 中央政府應該在必要的算部範圍 改範到國保一路、國保二的法定 區執政檢討修正及改善相關配套實施要 再來擇取公布 以保障民眾土地管理和生意 縣內建構垃圾粉滑爐及火葬場的設施 去化縣內所對置的垃圾 以及滿足殯葬需求受到各界的關心與重視 因此臨時同意中,縣內吳其南與多位議員也提出了十五及十六號案 建起民政處要前往靈民大會 來向民眾說明並廣納各方意見 讓焚化爐及火葬場的設施能夠順利成行 十五一案,我想拜託我們民政處長 最近有很多村里辦公室都有在開村里民大會 我希望說我們在這個時間點,我們民政處都可以派人參加 並將第十五議案還有第十六議案 請在大會的時候跟村里民盡量做宣導 我希望說這樣子才可以解決南投縣的垃圾 還有火葬場的藍莓之急 希望我們的民政處可以盡量協助辦理 本次定期會臨時動議多項提案 議員們也希望透過府會合力推動下 緊速地來執行辦理 讓縣內發展持續提升造福南投縣民 記者盧依凱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